哈囉大家好,我是VMU,我是VMU OK,這段影片呢是要回覆報名的留言 I know 我知道我現在在網路上 是主要被大家攻擊的對象 你攻擊我,你不喜歡我的歌聲 你不喜歡我的美貌 這都是你的自由思想 你可以做的決定 但我要回覆你 也是我的自由選擇 要玩這個來玩啦 OK,因為我最近發現我的新專輯叫做 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後我近期都在大量的跑通告 然後前幾天我就發現 我被專訪的這幾個新聞底下的留言 都很不OK 別人遇到的就是三名 我遇到的是報名 我已經是網路上公認的墮落 就是 你只要在網路上攻擊我 你的文法是通順的 別人就會說你在 你政治正確 幫你分享 大多數的報名呢 由於攻擊的對象是公認的墮落 他就會覺得他的行為是正當的 是合理的 但你不要忘記 我是人類 我也會有難過的時候 來,直接看第一個留言 喔對了 在回覆留言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裝扮是 地球人公認的男性路線 因為今天我真的很懶得打扮 我就 隨便穿了一下 希望你們可以 catch得到 他在第一個留言 大家不要罵這麼兇 他之前沒有幫鬼滅君的配音症很慘了 他媽媽明明練了那麼久的水汁呼吸 木棉花還將對他就是可惜 禁止攻擊我的家人 不要平直感 講真的 我知道去年那個事件的影片真的 有讓很多人嚇到 我再講一次 那部影片是我在一個很氣憤的情況下拍出來的 所以有些言語可能不是這麼的舒服 我在那邊跟你 I'm so sorry 但是誰 點起那個火苗 是誰邀請我 然後東西都談好了 然後又進行取消這個行為 是誰 誰把這個火苗點起來的 是對方 所以 講真的啦 這只是你攻擊我的一個素材 你是不喜歡我的 你討厭我的 你想攻擊我 但攻擊我歸攻擊 你又需要有一個可以攻擊我的內容 所以你就使用了鬼滅之間這件事情來攻擊我 你明明知道事實是什麼 但你為了反而反我 請你要舉敢2021請提升 有自信是好事 但覺得他有點自我膨脹太過頭了 欸 你媽媽在後面看你叫你趕快回家吃飯了 就算漂亮也不需要一直說 難道除了好看 你就沒有值得別人欣賞 接受其學習的地方嗎 太高調你的美歷史 一切便不美麗了 不要在亞洲思維了 我知道很多亞洲父母會說 你成績好 你要低調 你要謙虛 但我沒有走這套位 2021年的情進步 這麼多漂亮的名模 女星哪一個會一直一直強調自己很漂亮啊 用這個來彰顯是做自己 未免情霜太低 成功的人都須從謙虛做起 就跟我上一個講的一樣 你要走謙虛這一套 請你自己去走 我沒有要跟你一起走 況且很多漂亮的人 他不稱讚自己 不說自己很漂亮 那是他的自由意志選擇 他要做出這樣的行為 那是他自己個體的事情 他自己的課題 不關我的事啊 我自己漂亮我拿出來講 到底為什麼不行? 也不想想唱歌唱得多難聽彩虹的 好啦 老師跟大家講 我在錄章專輯 Ladies and gentlemen的時候 的確有被我的製作人語重心長的說 我的聲音不行 不適合當歌手 我當下回到嘉仙進行了呼氣的動作 然後因為我的製作人又很專業 又音樂素養很高 我就想說好吧 我要面對現實 我就去請歌唱老師教我唱歌 我到現在都還有在上音樂課來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第一堂課 我老師教我的是接破學 他不是教我怎麼唱歌 他教我怎麼運用我的聲音 導致真的 I'm so sorry 我聲音現在很厲害 哈哈哈 傻孩子 台灣也不會把你列入菜 有也是廚餘 哈哈哈 我本來蠻喜歡他的 他的新影片都準時觀看 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 近期開始覺得 他有點太自以為為中心 有時候一些表現 讓我覺得很尷尬 就不是那麼喜歡看了 所以 從什麼時候 你開始不喜歡我的 時間軸 時空背景 你要講出來啊 要不然我要怎麼回復你這個留言呢 不喜歡看就請離開 I don't care 漂亮當然可以大聲說 重點是你不漂亮啊 阿拉 這是你的自由意志的決定 我也不能多說什麼 因為畢竟你去自由的個體 哈 我先撲個專門 我本來也很喜歡他的 常追他發片 後來他養貓還指定品種貓 感覺他跟其他明星沒什麼不同 我就退訂了 欸 叉沙耶 一隻貓的壽命大概16年 我養一個 他的品種我不喜歡 他的長相我不喜歡 他的顏色我不喜歡的貓 然後每天看他 我一肚子就火 我一一到底在哪裡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養了一個 我不喜歡的貓 就只是為了一個 政治正確 去養他 我為什麼要讓我的人權過那麼不開心啊 而且 我也是品種人啊 我有混血 啊 我是歐美那裡的啦 欸這個留言非常沒有質感喔 你爸爸在後面看你了 叫你回家寫作業 寒假作業寫完了沒 自從他鬼魅之人配音事件 對木棉花出版社的批評發言後 就退訂了 做自己很好 但也請尊重別人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沒有啦 其實我在支持他們公司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非常優良的代理商 也因為我那部影片的關係 讓他們訂閱書 突然暴增 訂閱率暴增 他們這陣子應該活得 不錯吧 造福大眾啊 對對對 你誤會了啦 哈哈哈哈 OK留言都回覆完了 謝謝 最後回覆一下這個梗圖 上面是說 趕快來攻擊我啊 下面說 為什麼我要被攻擊 上面這個影片 我記得那時候 我好像在回覆算命的留言 然後我就幽默地說 趕快來攻擊我啊 下面是 有一次我去逛華泰民品城 有一個路人 公然地在一家精品店攻擊我 是言語攻擊 然後那個時候我回到家 那我就拍了這個影片 為什麼我要被攻擊 時空背景 時間軸 是這樣子的 我相信 公開這個梗圖的人 一定知道事實是什麼 但因為他討厭我 他也知道 其他漁民不會去思考 不會去查證 所以這個圖放上來 就可以貼個標籤給周明宣誓 哦 你講話反反复复 表裡不一 他就可以貼這個標籤在我身上 沒想到真的有人因為這張圖 對我有誤解 真的不要鬧了 這兩部影片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在 但我已經解釋了 未來還有人拿這個攻擊我 誒 我也不能幹嘛啦 今天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心情平靜許多 畢竟許多 我只要被我只要被我只要被人家